這些空間可能你也很熟悉 正論節目名字在討論四行問題 沒有證據所取得全球 每一次中大行事案件發生 緋度四行人民會給點名付錢 網路上充分了收穩的領域 兩千塊十年法務部挑戰北中南黨公職會 討論四行尊負問題後 結論就要不正理好 第二天法務部長馬上就強述四行的定義 公職會都是算假的 但是四行真的不能討論嗎 只是四行跟反對四行的人 真是不強大天嗎 這樣沒有一種 讓大家可以對話討論的方向 你敢聽到公民心意 公民心意不是辯論 不是比大小聲 不是在說幹話 它是一種民主參務的方向 希望接到民主情緒的目點 它的精神是不管支持或是反對某一種主典 參務者都可以開閉的態度 它管理接受雙關組織 並且以這裡的組織做提出 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理想討論 和相理解 同時 四個組合探險雙關正常合法 並且往前退散 譬如說 兩千塊錢 憲哥會的幾百 四行應不應改規矩的公民心意 兩千五十十年 公民現場對當年 也幾百 四行拿來奉還 操縱公民心意的意 透過這種風險 不一樣立場的人 都會在緊留去受雙關主族 請討論 提出建設上意見 但是 一條是落後的 全民的可能是有必要的 全民做非探險 四行替代風暗的民心意計劃 兩千塊十八年 全台早逃逃 希望 不管支持 還是反對四行 只要願意討論 四行替代風暗的革命 都可以來參與討論 做非探險 有足を抱歉 二千塊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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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塊十九年 偶土闘 大千塊十八年